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是行销管理 接下来这个章节 作者要跟大家分享永续成功的行销 因科技全球化和社会责任的改变了市场环境 许多公司必须重整其行销食物来面对快速变迁的总体环境 行销食物的重要趋势有哪些呢 请Monica来说明 截至现在为止啊 行销上总共有15个重要的趋势 这15个趋势我们之前的影片 其实都有把细节慢慢的讲过 也说明过了 那我现在来重复一次 这15个重要的趋势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呢 就是指定团队来管理建立顾客价值程序 而且呢 要推翻了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繁理 第二个是要购买外部的供应商品质佳而且物美价廉的产品跟服务 第三我们要学习最佳食物的公司好来改进我们公司的绩效 第四我们要跟少数但是可以增加价值的供应商结成伙伴 第五要更贴近顾客以增加他们的经营价值 第六收购或者是合并相同或互补的产业来取得规模 以及我们经营上的范畴的让它产生所谓的经济性 第七致力于全球思维还有在地化的回应跟供应 第八减少组织阶层的数量让我们能够更贴近消费者顾客 第九研判最有利的业务还有顾客 然后我们要聚焦这些业务跟顾客 第十透过衡量分析还有整理行销活动的效果 第十一设计组织并且设定流程 好让我们能够更快速的回应环境的变迁 第十二鼓励还有付权给成员 让他们能够产生更多的创意还有主动性 第十三将顾客员工股东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喜好 规划到企业的活动之中 第十四随时追踪线上资源 研究顾客竞争者参与者还有其他人 让我们能够提升更加实务的做法 第十五使用资料探勘以及其他的分析工具 来洞察顾客的行为 不过作者柯特勒想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企业如何去调整自己来吻合行销食物上的趋势 是一个回事 但是企业要如何在所谓的环保永续经营 也就是SDGS跟企业社会责任ESG 这中间要去取得平衡 如何取得平衡 这又是另一回事 后面这一项呢 才是企业真正的挑战 例如像丰田的Toyota Prius这一款汽车 当初他在设计的时候呢 就直接将能源的效率 碳足迹 毒性 还有可抛弃性的环保概念考虑进去了 用跟过去有所不同的方式来思考 我们应该如何设计 Prius这一款油电混合车 所以行销企业实务的变迁有这么多因素 其中最后一个啊 就是使用资料探杆与其他的分析工具 这个我还蛮有感的 因为现在网络行销非常发达 我们在Google啊 或是Facebook等网络平台上做营销 很多企业都可以透过这两个渠道 来接触潜在的客户 相比较传统的营销 网络的营销有很多优点 也可以更受大家的欢迎 但是如何公司如何去运用这种社交媒体 来增加客户呢 这个也是值得行销人员去思考的 好那我们先告一个段落 待会见咯 我觉得你没见到 你们在好了一天 别忘了 所以我还是不可以 我是可以 我一带我 如果你不可以 我自己没有 哦 那我为你 我先了 几分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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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